1到2秒 那 那這個時候 這種的 interactivity呢 我們 直覺我們都可以做 我們有特殊的protocol都可以做 可是有一個protocol叫RTSP Realtime Streaming Protocol 這個我等一下會跟HTTP來對照 這個RTSP呢 它 它讓我們做 這種interactivity 它可以等於是我們可以下命令 像錄影機的這些 或者是VCR的 或者是這個 我們常常看這個 mediaPlayer的上面這些命令呢 我們都可以透過 RTSP 或者說RTSP這個protocol 它有規劃好 它有設計好這些命令 可以讓我們來做 那 當然time contract 跟原來一樣 就是in time to for playout 就這些資料來的 我要 到我想要play的時候呢 它就有 來得及playout出來 那那是 所以剛剛看的是 那Streaming Store的Multimedia 就要儲存的 那 那儲存的 當然還可以做一些控制 往前往後暫停 那我們再看 Streaming的Live的Multimedia Streaming Live的Multimedia 有哪些 Talk Show Internet Radio Talk Show 或是Live Sporting IPTV 那這些就是在網路上面 轉播奧運等等 那這個Streaming的時候呢 那它大家都會需要有 這個Playback Buffer 那這樣在 就我要有 有Buffer在那邊 那 那Playback呢 它可能會 有Lag Times of Seconds After Transmission 這個如果 一樣好 如果你有看好運的話 你在網路上 你有看棒球賽 你就大概就會 很 很急 怎麼delay 我在聽廣播 我看電視 應該比較快 可是我在 我在這個 在網路上面看的時候呢 為什麼就慢一些 這個 然後它也會有 它會不會有 Interactivity 交談式的 你在Live Media 你可不可以Fast Forward 如果你有Fast Forward 你就是有時光機 對不對 你就到未來去 那這個 暫停跟Backward是可能的 但是 但是 如果你能夠 這個 不是這一期 科學人雜誌 有一期專門講 時間的 很有趣的 其實時光機 是不可能的 它的意思是 這個 就 你要 你要到 這個 未來到 過去 但是 我們這Streaming Live的話 你要Fast Forward 一定是不可能的 當然你可以做 你可以做出這種效果來 那是可能的 就 你要拍電影 那你用好幾個Track 讓別人來選 那這個 這個當然是 當然是可能的 你要做 你要做出這種效果是可能的 可是 真實的時間 就是 至少現在看起來是不可能的 那 然後呢 Interactive Realtime 這個 這個 我們有些 都會在用的 像 ip.skype 電話 ip telephony 這也常常用 不知道 同學有沒有用 但是 現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 越來越多公司在用 那Disputed Interactive Word 这个又是Second Line 魔兽这些东西 就是这个 那早期更多了 早期的文字型的其实也会有很多 但是现在那些大家都不用 那 一般来讲 这两个数字大家稍微记一下 Audio Audio人可以 觉得还OK 是150个ms 的Anton and Delay 那小于400是OK 如果大于400的MateSecond的话 人就觉得 你对Interactive就有问题了 我们要做交谈 因为我们之前在讲Interactive交谈 我们打电话的时候那个Delay 我们如果是超过了 是或者说 半秒钟了 这个 我们就会感觉不对 那小于150个是OK的 如果在做Interactive应用的时候 那那所以你就必须在这个时间之内要做些哪些事情 在小150MateSecond是OK 在这小一个时间你要你在Applicating Level 你要做Packetization NetworkDelay到在里面 它不只是传输而已 因为我们在传输之前我要把我的声音变成一个Packet 然后呢 那可能要做Encoding要做什么 我们还会看 做好几个动作 我们上个礼拜是 前两个礼拜在无限的时候也稍微提到过一些那些 就要做好几个动作 然后在这个 有Sample里面 我们算出它的Rate 那总是要把这些动作做完 那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呢 那它加上Delay 那如果是太大的话呢 我们人就没有办法忍受 所以它就有这个Requirement 那那所以 如果是Delay 超过这个400的话呢 那它就会让 让这个 我们这个 一个是让我们自己 我们会发觉有Delay 第二个是Impair Interactivity 就让我们的这个交谈 变得不顺 我觉得很像讲完了 我还没完 就 我想你大概跟别人MSN的时候 多少 有时候会碰到这种 那所以呢 有一个动作我们常常会要做的 这个 我们今天 要不然今天最后 要不然下礼拜一开始就会谈 SIP Protocol Sage Initiation Protocol SIP那个东西 这个动作叫Sage Initiation 就是很重要 这有点点像是TCP的那个 类比 类比TCP跟UDP的不同 TCP要建立Connection 要建立Connection 可是 可是这个UDP就不用 那建立Connection等于建立一个 如果就应用而已 我们建立一个Session 它Connection跟Session 那个层级不一样 Session是属于应用的一个连接 那 所以在Session Initiation的时候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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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被call的这个人呢 他要advertise他自己的IP address Port number encoding algorithm 这些东西都要让对方知道 从某个角度 就是我跟你要打电话的话 我这个 如果我们这个封闭的系统 我们只有一种 一种这所谓的encoding的 一个 那比较容易 那可是 我们现在internet上面 有很多不同encoding 到SIP的时候 我们会再看到SIP的时候 那 那有很多不同的 那我到底 我跟你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沟通 我们 这次沟通的 我们不要用高品质的 还是低品质的 还是用什么样的 所以有的时候 你会看到 他会问你 现在你的是什么样的connection 那我们 我就encoding什么样的样子 资料变成什么样的格式 比较 我们可以比较高品质的沟通 还是呢 这个 比较低品质的沟通 就跟 就跟这个 我都应该是有高品质比较好的 我本来想要举例 举例说 上课的时候 有各种不同品质的 这个上课 在自己系上 当然希望用最高品质来做 为什么会有这种苦笑的感觉 但是 但是 但是这个 就是 这个 就是 那这个 这个你在 satch integration 就可以 可以一开始的时候沟通出来 我们要什么样的品质 就是这个 或者 我们现在在怎么样环境之下 或者你自己也可以看好 我这个 我到底 所以其实 为什么这个很重要 所以你看 其实这些都可以跟很多东西相 相这个比喻 相类比的 就是你同学修课的时候 现在大家到期末的时候 每个人都累得要命 对 这个 其实你们还好 所以也有大师同学 那四年级同学 他这个礼拜又要专题口试 很多学校在推增的时候 推增口试 大概都是最近都在做 那很累的 那这么累的过程里面 那他是不是现在才会碰到的呢 每位同学这个像到期末 一大堆专题 这个 我这个 没办法 这个要delay 要干什么 那 那是不是都现在才碰到的 不是 是在 一开始的时候 你在initiate 你在修正门课的时候 或者是你在开学 就是你在开学的时候 那那个时候的 你对这个的了解多少 就是这整个 你整个 接下来这个session 这个你的 你的就所有的修课啊 像做专题啊 或是你一组做专题啊 毕业专题什么都一样 这些都是 那 那那个那个时候 所以那个时候是蛮 蛮重要的一点 那那 那接下来你的那个行程 就就比较 比较这个 就有一个定位的 我这门课很累 那可能要不然不修 要不然我修的话 我花多少力量 我目的是什么 或者我是 我是要知道这个东西 可是我成绩还ok啦 或者是说 我成绩很重要 或者是我成绩是第一重要的 那累的课 我通通不要修 那很多人是这个样子 那 但有很多人也糊里糊涂的 就是这个 这个我通通要 那通通要的时候 那通通就会 最后就很累 就是所以在 你学那个session的时候 就要 现在要要选课了 就是要注意一下 那这个 那我们在internet上面 刚刚都在对面应用 在internet上面